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我是民視的上一個大型照片 高中歲月是以高中還有青少年為主題嗎? 包含了開放式的高中玩法 還有網紅、珍奶、衣服店等等之類的 我們之前一起看過官方次序的第一波預告片 那現在也有第二波出來了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以前大型照片的預告片都會分成好幾波嗎? 第一波就是所謂的Announcement Trailer 就是他們公告有這個照片要上架的時候會有第一波預告片 然後再來就會出所謂的Gameplay Trailer 也就是遊玩預告片會展示一些遊玩的玩法 然後可能會有人物的旁白啊等等之類的 不過去年的上間生活大型照片 他們並沒有釋出所謂的Gameplay Trailer 可是這一次的高中歲月 他們出了一個很類似於遊玩預告這樣的感覺 有點像,可是又不太一樣 一樣是有旁白在解說 那他影片的格式是做成直式的 有時候可能大部分人都會用手機在看嘛對吧 我們一起來看這次興趣的短片 我們再來討論吧 啊,高中 如果你跟我一樣,你就想趕快度過啊 新鮮訓練並不是一個大不好的事情 除非你媽媽是校長 但是,至少可以選擇自己的置入櫃 還可以裝飾打扮 還要上課,考試,更多課堂 然後,午餐時間到了 也是,哇,充滿Drama的地方 但其實,在等待D.A之前 我一直來找事情做啊 但前提是,不要被留校查看 或者更糟的,被退學 想想看就有多諷刺啊 校長的女兒竟然被退學啊 總之,我已經等不止要畢業了 其實我心裡,偷偷的滿喜歡這個地方的 喔,最後一樣囉 9月8號以前購買的話會送這些額外的道具 好,我們再一起看一次喔 看到Molly走進學校 哇,這個Locker 然後邊走邊滑手機 這個動作真的是太真實了 應該是這一次資料片新增的吧 還要走進校長室 而且重點是,校長室和媽媽啊 這不是很尷尬嗎? 每天上學都看到自己爸媽,對吧? 超尷尬的 而且是我媽媽在她手自清的學校環境耶 天啊,這個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啊? 不知道 然後媽媽早上還幫她準備早餐 超尷尬的 超尷尬的 我覺得啊,如果說你的爸媽是學校的教職員員 有一種從來都沒有下課的感覺嗎? 又或者說從來都沒有上課嗎?是這樣嗎? 因為有可能到學校看到的是熟悉的家人會覺得很放鬆 沒有上課的感覺嗎?會嗎? 不知道 然後看到可以裝飾我們的置物櫃嗎? 這個我們已經知道了 哇,看後面那個 黑色底的亮片 那個我喜歡啊,真好看 然後Molly把她置物櫃裝飾成比較可愛風格嗎? 有些小的卡通圖案啊,蛋糕什麼什麼的 然後打開 所以我們裝飾置物櫃同時裡面的樣子也會改變的對吧? 吃蘋果,然後教室 所以果然啊,教室是真的可以進去上課的 看到老師在前面講課 哇,她睡著了,天啊,上課睡著太認識了 說真的上課睡著我突然想到啊 就是以前很多人都練習的時候怎麼樣 睜開眼睛睡著 你有沒有練習過這種東西嗎? 就是張眼一樣可以養神啊 不是閉目養神,是張眼養神 然後到中午囉,看他們點餐 而且他們的食物是拿那個好像小餐盤的感覺 還蠻真實的 因為通常學校都會有那個自助餐嘛 然後可以選擇說我要吃哪個東西吃哪個東西 可是其實通常啊,學校食物都不是很好吃,我覺得 不過雖然說通常學校食物不一定很好吃 可是它的價格通常比較親民吧,對吧? 然後再來,她是被留校查看了嗎? 有惡作劇嗎?變媽媽罵了 天啊,超尷尬 在學校被家長罵 然後呢,中午吃飯 哇,大家看他們食物 他們食物看起來其實還蠻好吃的 我覺得看起來不難吃啊 好吧,那麼就把這個新秩序的小短片看完了 我感覺啊,這個小短片主要就是 讓我們更靠近 視野跟近人能夠看到學校內部的情況嗎? 更清楚的看到教室裡面的樣子 還有食堂樣子 甚至食物的樣子 今天覺得這種開放式的玩法超棒的啊 讓我們玩起來更加得有融入感吧 能不真正去體驗 去操控人物的一些生活 我覺得還不錯啊 可惜這次的短片好像沒有看到太多 是之前預告片裡面沒有的嗎? 可是也是蠻有趣的啦 也許這幾天它會陸續續續出更多的內容嗎? 好吧,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我會持續更新SIMS最新消息 所以可以按下訂閱、開啟鈴鐺 就可以刷紅之 感謝收看,我們就下次再見,掰掰 Серг West Wing became建議 整個延rer 先拿乎 好 感谢观看